从前,有一位拥有金色卷发的小女孩,她的名字叫Goldy。 有一天,当她在家附近玩耍时,Goldy看到了一只迷人的蝴蝶。 她兴奋地试图捉住它,但不幸的是,这只难以捉摸的生物飞走了,引导它深入了森林。 当Goldy沿着弯曲的小路追逐蝴蝶时,她很快就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。 然而,在浓密的树林中,她偶然发现了一间小巧的房子。 Goldy思索着,嗯,我确信无论住在这里的人是谁,都会帮助我找回去的路。 怀着希望,Goldy敲了三下门,咚咚咚。 令她惊讶的是,在第三次敲门时,门自动打开,显露出一间空无一人的小屋。 不气馁的,Goldy的感官却被一股诱人的香气所吸引,引起了她的肚子咕噜咕噜作响。 好奇心战胜了她,她决定走进屋子。 在这个舒适的住所里的小桌上摆着三碗粥,一大碗,一中碗,和一小碗。 Goldy感到非常饥饿,无法抵挡尝试粥的诱惑。 她先尝了大碗里的一勺,哦,这粥太烫了。 接着,她试了中碗里的一勺,哦,这粥太凉了。 最后,她尝了小碗里的一勺,嗯,这粥刚刚好。 小碗里的粥如此美味,以至于她将它全部吃光。 饥饿得到满足后,Goldy感到疲惫不堪。 于是,她来到了客厅,看到三把椅子,一把巨大的木椅,一把中号的粉色椅子,和一把小巧的蓝色椅子。 她心想,我相信住在这里的人不会介意我稍微休息一下。 她是坐每把椅子,发现大木椅不舒服,中号粉色椅子太软,但小巧的蓝色椅子正合适。 然而,当Goldy安顿在小椅子上时,突然发出一声咯吱声,椅子在她身下碎成了碎片。 哎呀,也许我应该躺下来休息。 她心想,踏上楼梯来到卧室,Goldy发现了三张床,一张巨大的床,一张中号的床,和一张小小的床。 她想,我相信住在这里的人不会介意我小睡一会儿。 她躺在大床上,发现太硬了,然后躺在中号床上,这也不行,床太软。 最后,Goldy躺在最小的床上,正好合适一个小女孩。 她高兴地拉过被子,很快就入睡了。 与此同时,一家三只熊回到了他们在森林里的小屋。 进入时,他们惊讶地发现前门已经开着。 看起来有人已经吃了我的粥,泡泡贝尔说着,看着他的大碗。 看起来有人也吃了我的粥,毛毛贝尔说着,看着他的中碗。 肯定有人吃了我的粥,全都没了。 baby贝尔哭喊着,看着他的空碗。 他们走进客厅,发现了侵入的迹象。 我觉得有人坐在我的椅子上,泡泡贝尔说。 我觉得有人也坐在我的椅子上,妈妈贝尔说。 baby贝尔哭喊着,有人肯定坐在我的椅子上,而且把他弄碎了。 上了楼梯,熊家三口推测出有人进了他们的卧室。 我相信有人睡在我的床上,泡泡贝尔说。 我相信也有人睡在我的床上,妈妈贝尔说。 有人肯定睡在我的床上,而且他还在这。 baby贝尔哭喊着。 三只熊咆哮了一声,静待洛克斯在三只愤怒的熊面前被吓醒了。 小女孩惊慌失措地从床上跳了起来,跑下楼梯,穿过厨房,静止走出前门。 Goldy一直跑,直到走出了森林,一路急奔回家。 从那天起,他再也没有踏足森林,而三只熊也再也没有见到Goldy。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,请订阅本频道,谢谢。